经验案例 冷冻很痛 无效放弃 用过很多治鸡眼的药 如鸡眼膏 大蒜 鸭胆子 高蒙酸胛粉末等 大多具有腐蚀性 都是治标不治本 疼痛没有缓解 反而有更严重的趋势 还做COR激光手术 收了一个很深的坑 最后老茧又长了出来 依旧很痛 最后左脚已经变形 甚至有点萎缩 2012年3月 做了第二次切除术 并检结果直优 看上去那么不起眼的一个老茧 谁会想到 它有这么大的威力 经各类治疗 仍然是无效 2012年10月9号 第一次接受原始点疗法 志工老师直接给我做了 足背部原始点 做完后说 现在你穿上鞋 放心走就是了 我穿上鞋走了两圈 确实一点都不痛了 以前冰冷的左脚 也开始有温度了 脚底也开始变得好软好软 我的心里如释重负 所有的烦恼瞬间消失 原来整个脚掌着地走路 会这么踏实 这么安全 经过五天治疗 脚不痛了 老茧也越来越小了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甚至可以跑步了 到了第九天 结痂快脱落 痊愈直日可待了 经原始点处理 脚底的老茧越来越小 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 情况越来越好 足底前段即将复原 案例总结 原始点是一个全新的医学概念 为我们传播一种健康的理念 它可以解除人类身上几乎所有疾病 不需打针 不必吃药 只用双手推柔固定部位 即可达到明显效果 轻微者可以一次治愈 连癌症患者都能得到印证 然而对刚生下来 就接触西方医学的我们 如果不放下我们以前 所接受的相关知识 是不能充分理解它的 感恩张昭翰医师及他的夫人 是他们给人类这套健康之法 使我们不再因病恐惧 这就是无谓不失 再多的言语 也无法表达 我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在今后的人生中 我唯有谨记老师们的教诲 用心学习原始点 帮助我身边的人 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何家幸福 2013年1月5号